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据爱飞射12月2日报道称 经过俄罗斯机器人的检测 阿根廷海军排除感应器在南大西洋水下477米处 探测到的碰触信号来自17天前失踪的 在有44名艇员的圣湖安号潜艇 已经确认这些碰触信号并非来自潜艇全体 海军发言人恩里克巴尔维在布伊诺斯艾利斯向记者表示 他在今天上午已经透露 一个俄罗斯机器人将会下潜到水下477米深处检查 正式在这里感应器发现62米长的类似变形船体表面的碰触 除为阿根廷海军圣湖安号潜艇 最近几天在潜艇搜索区域发现了6个碰触信号 其中两个信号已经被排除 在今天排除了另一个应该来自另一艘沉船的信号之后 还剩三个信号有待俄罗斯机器人检验 以便确认是否属于圣湖安号潜艇 巴尔维表示俄罗斯机器人是2日才刚开始使用的 它可以下潜至最深1000米深处进行探测和视觉观察 而几天前使用的美国机器人只能下潜到300米深处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俄罗斯海军前总裁谋长维克托克拉夫琴科12月1日表示 阿根廷10连潜艇顺湖安号艇员很可能在舱内试验池爆炸起火后几分钟内遇难 克拉夫琴科解释称该潜艇为单舱式潜艇没有隔舱壁 因此如果发生爆炸或火灾火事会瞬间蔓延船体内部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请员几乎会瞬间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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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